我不想剪那麼長的視頻 走不掉了 Alright guys 歡迎回來肉體頻道 這期就是之前答應你們的 我的近期購物的一個合集分享 因為東西比較多呢 我就講的比較快 然後每一個大概帶過一下就好了 如果我有某一些地方講的不完整 或者是不準確 或者你們有什麼想補充的話 歡迎你們彈幕評論啊 刷一下 我們先從鞋開始講 那這邊就是Sullivan的一些東西 再過來就是另外的鞋子 另外的鞋子 大家在視頻裡並沒有看到任何關於Sullivan的東西 其實是關於上鞋 以及Sullivan的其他的一些購物分享 我放在下一期 因為實在東西太多 我不想做那麼長 我不想做那麼長 所以大家留意我接下來後面的視頻吧 我就單獨把Sullivan拎出來好了 就這樣 一雙就是前陣子很紅 紅到他們官網爆炸的這個 叫什麼 我忘了名字 就是屏部的這一個設計吧 但是 他的所有屏部呢 都不是那種非常 怎麼說 所有的圖案全都是膠印 所以我覺得他質感略遜一籌 不過想想看他500來塊的一個發售價 對得起這個價格了 這個不是我的馬勝局馬 只是我再秀一下給大家看看 當時買的時候還 這差不多原價吧 500 你500多 500幾買的 當時買的時候還不到590 這張鞋 買完之後我還沒收到 他價格就漲到1000多了 我覺得真的是 圖片上確實好看 但是我實際拿到手 他質感 我覺得你真的不要花1000多去買這個質感 這張鞋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就 大家能原價入就原價入 沒有原價入的話稍微等一等 因為他的其實 他布料這個邊角翹得還挺厲害的 然後都是比較薄的那種 直接就是硬滑的布料 沒有特別的精緻 蠻 就是一雙普通的Vans 所以大家不要花那麼高吵架去炒賞 真的沒必要 然後第二雙就是 不是新鞋了 是我二手收來的 但是也是我很喜歡的一個聯名 就是Felimental的這一雙 Skate High 大家也知道我很喜歡Vans的Skate High了 我之前介紹Vans的影片 我也有詳細的講過我之前過往的一些Vans 如果你還沒有看的話 記得去看 我覺得那期還不錯 OK 然後這一個聯名 我記得Vans好像總共跟Felimental聯名過三次 還是四次啊 這一次好像最早的那一次吧 就是它是一個拼布圖案 白色底的這個鞋面 然後同期出的還有一款 應該也是Sleep On 然後這七出的 就是這一次聯名出的所有的Vans呢 它的那些布料的拼配 全部都是選用真正的這種 一塊一塊不同工藝 不同配色 不同花樣的這種 藍染工藝去做的 帶刺織啊 或者帶一些其他的這種工藝去做的 真正的那些工藝布 然後加上前後的Vans傳統的一個幾皮 我覺得這雙鞋我收到還蠻新的 我還挺喜歡的 不過很奇怪的一點是 都是Skate High的鞋型 然後它馬數都是一樣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個鞋 就是比我之前的這些Skate High呢 要小半馬數 為什麼要入這兩雙Vans 當然一個是因為喜歡 再一個是為了 襯我的兩件衣服 兩件衣服我們稍後再講 先把還有一雙鞋講 還有這雙鞋 很奇怪的獲得它的原因是 是ISPO的那個展會 如果你還沒有看的話 在這裡記得去看一下 我在展會上呢 我是有一個講座的環節 我當時還在後場 上一波講座的嘉賓是吳念珍 對然後他 當時提一個什麼問題來著 我就多手 許了個手然後回答了 結果他就Pick了我 獎品就是這雙鞋啦 謝謝 我是你的朋友 不會吧 真的嗎 謝謝 謝謝 我之前介紹過那個 Terex和豆聯名的那雙 如果你還沒有看的話呢 我會放在這裡 這雙鞋可以說是那雙鞋的 D邦版吧 但是還是不太一樣 這個配色我就不去過多的評判了 因為這款鞋還有滿多其他配色 然後配色這方面見仁見智大家 這個鞋底的話跟那雙不太一樣 它是紋路比較淺一點 每一個這個顆粒分散的也比較開 我覺得它更適合的是一種 郊野徒步吧 不是真的說要去越野跑 因為它鞋面也不是Gortex的 那它是一個 Adidas和Party聯名的 就是那個海洋環保組織 大家應該都聽過了 他們經常會跟Adidas 做一些海洋垃圾回收 再造鞋款的一些活動 那這個就其中一個 當時拿造的時候 去Adidas 他們官方說呢 這雙鞋差沒發售 現在沒有發售 我也不太清楚了 我覺得這雙鞋腳感還蠻好 依舊有BOOST的一個加持 徒步行走的能力肯定是不用說 是舒服的 但是我有一點點是懷疑太多 就是它這個腳踝形狀設計 看到沒 它的弧形很高 它是很薄的 就是一層彈立的螺紋 我就有點懷疑 穿久了會不會在這個位置 累你的腳踝 然後左右扭轉的時候 可能新鞋可能會磨到 穿久了我不確定會不會 不過這個嚴格來說呢 我的馬數也不特別合適 稍微偏大了一點 所以就先放著吧 我還沒有來一起去試 這是一個簡單的開箱 給大家看一看 這就是我這段時間 收到的一些鞋款 然後我先講幾個小東西吧 一個就是Kupioca 這個品牌是一個芬蘭的品牌 它就做這種野營的小杯子小碗 關於這個小墓碑呢 它其實是芬蘭的一個傳統的 可以說是用品吧 他們本地的話叫做Kuksa 這個牌子Kupioca這個牌子呢 他們其實是等於說 把傳統的一個用品 用現代工藝的流水線的方式生產出來 那它材質其實是說叫環保松木 但是我覺得它應該也是一個模具壓出來的 因為它整個密度還滿高的 然後它有這種看到有這個壓模的一些標誌在這裡 包括內部也有 然後他們除了這個形狀的杯子呢 還有別的一些碗啊或者是刀叉都有 就是一個比較傳統的 我們可以叫它說是Bushcraft用品 北歐那邊的人 他們就是傳統習慣去野營的時候 在把這一套東西掛在他們的背包上 然後可能去森林裡伐木啊或者是打獵啊 一去就去個好幾天 這就作為一個他們唯一的一個餐具 保持一個食物的衛生 它的形狀我覺得還是滿有北歐傳統的那種感覺 大家見過荷蘭那種木雞鞋對吧 我覺得有點似曾相識的感覺 當然這個形狀更特別一點 然後握持感啊大小什麼的我覺得都還不錯 當然我覺得它實用性目前來講 可能不一定有那些鈦合金的 真正的戶外用品去那麼使用 但是它的樣子我覺得顏值還是滿不錯滿高的 並且它還有滿多顏色去選 紅的藍的灰的 還有這個可以說叫有點泥土色或者叫木頭色 這是一個小東西 我對還有一件沒有說 就是這一本 金敏導演的一個畫集 熟悉動漫或者說喜歡電影的朋友 應該對金敏導演還陌生了吧 這是它一些作品集 我覺得可能由於版權的原因 我不能展示太多裡面的內容給你們看 大概翻一下 主要就是金敏導演過往的一些電影作品 或者說短篇作品的藝術設定集 然後還有一些草稿 過來給你們看吧 一些這個叫分鏡 然後我覺得這本書裡面對我幫助最大的就是 金敏導演的這些動畫分鏡 一些它自己的想法 一些腳本 我覺得這個很不錯 我翻來覆去看了很多遍 然後就是一些 還有一些未公開作品 我就不往後翻了 大家感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網上找找看 我記得是有賣的 雖然不多 這個是我買的時候花了350 全彩印 質感啊印刷質量都很不錯 並且它好像還是有其他的幾本 對 它有另外的幾本 如果你感興趣的話你可以去找找看 再過來就是衣服啦 衣服有我在Johnny店裡買的東西 Johnny就是我上一期跟烏鴉老師聊天的時候 他提到那間intro的老闆 intro是他開的一間中古的買取店 來這邊的話記得找他 因為只有我在 鮑烏鴉老師名字有打成 有啊 有啊 肯定有啊 我自己買有打成 也有啊 也有啊當然有啊 烏鴉老師應該是眼鏡有光 對啊 他主要就是販賣一些早期的設計師單品 和一些現行款的一些設計師品牌的部分單品 可以這樣說吧 Johnny本身他作為老闆呢 所以他懂得還是蠻多的 大家對這方面特別感興趣的話呢 可以有剩會是去找他聊聊天 還有消費一波 因為他我覺得 至少我在這一小段時間跟他的結束下來 我覺得他人還是做成意很真誠 然後價格開的也很實在 這個也不正常 這個算薄了 他算春秋吉 還有一個 這個 他這個顏色不太好 紅色這一塊 這算幾嗎 三馬感覺 我的天 三馬這麼剛好嗎 對 Capital這個 再大的 它那時候 滅一幾個 哦 後面都讓 一個大一點 但是在這時候 那時候 三馬 沒不夠 胸口有 一個 還蠻舒服的 剛提到說為什麼要買這兩雙Vans 除了他們好看 除了我一直想要 說是我的清單其中之一之外呢 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襯這兩件衣服 這兩件衣服 是我在教你店裡買的 我個人是 基本上把我這一趟行程的預算都劃光了 對 就是這兩件衣服 很明顯 藍色這一件是Fedmantle 襯Fedmantle這雙鞋 超級好看有沒有 然後 紅色這一件是Capital的 當然這雙鞋雖然不是我的 只是說擺在一起拍照也很舒服 很帥 看熱鬧吧 首先來講這件Capital好了 這件Capital應該 我沒記錯的話 是18年初的 這一個拼布腰果花呢 它是有很多不同顏色 有黑色啊 紫色啊 藍色黃色還有這件紅色 這一件算是我一進到它店裡 第一眼就被吸引到的一個單品 當時我也沒有具體問價格 我就說直接 我就拿了說試試看 結果 超級合身 是 國內的話我不知道這個顏色 那時候我看到沒有人放這個顏色 然後其他顏色的是有人放鮮紫打 然後我這個的橙色的話是 我買回來當天我自己穿過一支 後面就被封過 就一直放在 準心 準心 簡直就是特意在那裡等我一樣 行 愛不是誰 真的 不過我覺得這件 原來是Version那件 欸 Version那件 是嗎 對對對 像你說它這個是自己收了還是穿了一次還是兩次吧 基本上你可以當全新了 不過它古布它舊化效果也蠻厲害的 可以看到不同的位置 它新舊程度差得蠻遠 但是呢 你可以去理到從它這個 袖口的位置的這種 銅字補強的釘 可以看得出來 它其實是很新的 那並且雖然說它看起來好像是一個襯衫 它其實很薄很薄 它是非常非常透的 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出來 它是非常非常透 非常薄 所以就會有朋友問我說 你穿這個熱不熱啊 其實真的不熱 尤其上海天氣那麼涼爽 比起廣東來我真的是 廣東你看裸奔你也熱對不對 還說這件衣服啊 它其實是一件夾克的款式 當然你可以把它當襯衣穿 只是說它的款式設計本身 它是一個夾克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它是有捏幾個對折在這裡 從門巾 整個正面的門巾兩邊都有 就是像舊款的那些牛仔夾克一樣 包括背後 背後它這裡還有個釦子 是用來收腰的 然後整個衣服的屏布 我覺得配備也非常好看 並且它所有的扣子全都是背母扣 效果也非常好看非常炫 整體的質感也非常好 因為你要想看上層照片的搭配照的話 其實我之前也拍過發的動態 CAPITAL的馬術我覺得有點迷啊 我這一件是4號的 大家來看一下 就這個效果 秀長啊肩寬什麼都 都是剛剛好而已 如果再小一號 我覺得可能都沒有這麼好看的效果 扣或者不扣我覺得都可以蠻好看的 我記得VIRGIO有上升過 然後它好像有上升紫色還是黑色 然後還有藍色那一件 真的不算便宜這件衣服 但是我是非常喜歡 大家覺得這件衣服怎麼樣 可以給我打個分 1到10分看你打幾分 或者說你預期這件衣服的價格是多少 你也可以大概說一下 看 呃 不應該叫4號啊 它還是用這個英文的標誌XL 加大 如果加大 我會不會說 我穿都剛好的話 哇那真的是 小馬該給誰穿好 那這就是CAPITAL這件衣服 然後再過來就是FETAMENTAL這件襯衣 這一件呢 是我後來又去將你店拿貨的時候 沒有忍住被吸引到就直接拿下了 剛剛又成功剁手了一件FETAMENTAL 呃 是這個系列 衣服我已經包起來了 我 要是開箱的時候再一起給你們看吧 然後還發現旁邊這一件 它就可以本來很不錯 雙面的 小老闆 嗨 非洲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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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裡面是植蓉的 就是 雙面船 然後裡面有一條這個 白色的花紋 深藍色 我覺得也很漂亮 然後這邊這件是BORO CLASSIC 的一個ALOHA SHIRT 我覺得圖案也很好看 然後料子很輕薄 很厲害的是這邊這件CAPITAL的BORO 據說這一次的這個BORO的面料是 之前跟LV跟他們訂的一瓶面料 就是LV 在1213年有一次做了一批這個 刺紫還是BORO的一個系列 這邊這個Underclock最新這一季的 CINDY SHERMAN 的系列 我覺得很好看 但是好像不太適合我平時的一個風格 只是我覺得還不錯 尤其是這一件牛仔的夾克 然後正面好像沒什麼 當然反面有一個非常大的 就是自拍女王的一個代表作 然後它是刺繡的 仔細看的話 很漂亮做工作非常好 然後這個全新的話呢 因為牛仔面料 頭有點硬茫茫的感覺 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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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次用過的話 它就會顯得比較軟 然後它刺繡的效果呢 會有些變化 整體還是很好看的 我覺得這一季呢 這個系列不錯 這件尤其要把Model的真絲 很可惜的是真絲不好保存 所以很多地方有破數 不然的話 你看夜下的位置 印花的很漂亮 真絲光澤度還是很好的 感覺好像我在直播帶貨 大概都是這些東西 小老闆現在上二樓了 然後它最近還有一些貨 在路上沒有回到來 你們感興趣的話 記得過來看一下 我覺得真的很多東西 就是非常好 我每次來都沒有辦法 一定要多手 這件衣服它不是一個非常中古的款式 它全新戴吊牌的 我沒記錯的話 它不是今年春夏就是去年秋冬了 沒有很久 但我個人覺得它這款式是蠻好看的 有蠻多不同的一個 平布的布料的工藝在上面 你看這件衣服有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它的門巾開了兩個扣子 你看正面是這個位置 有一排扣子下來 側面這個位置還有兩粒扣子 比方說你在日本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會 掛一條庫鏈 很長的庫鏈 你可以從這個位置 把庫鏈給露出來 看起來很好看 或者說你想塞左邊衣服進褲子 或者右邊衣服進褲子 你就可以從這個位置分開 它是一個比較好玩的搭配 並且這一個系列 不只這件衣服 還有別的款式 它都有在這個位置做一個 三角的3M反光 比較薄 但是我覺得是有一點點 把傳統跟現代相結合的一個意味 Felimental他們做這些 我覺得還是做的蠻不錯的 味道拿捏得很好 也是簡單給大家上層看看就好 這件衣服我還沒有來 一起穿它去拍照 喔對 忘了說這件是2號的 大家可以打個分 看看1到10分你打幾分 或者說你會願意 以什麼樣的價格去購入這件衣服 我覺得這個也是 直扣上面的扣子會比較帥 然後並且可以配一隻鷹 因為我這隻鷹的幾個琉璃珠的配色 我就特意選了黑色和藍色 我覺得就很想跟之前那些全紅的琉璃珠區別開 然後這樣配一下 我覺得還是蠻好看的啦 不過這個厚度肯定就比 剛才這件 比剛才這件CAPITAL要厚很多 CAPITAL這件基本上是 兩層等於這一層布料 差不多 這個真的很薄 好像沙一樣 輕飄飄的 正常的效果是這樣子 如果你把側面的扣子打開了 對 它就又可以開一道 假如說你這邊是扣好了之後 你可以從這個位置把它塞進褲子裡 就大概這樣 給你示範一下就好了 或者說你有一條褲鏈從這裡 穿過去的話 你可以把這一截塞進褲子 對不對 然後只是 後面和前面露出來等等等等 有很多不同玩法 就看怎麼發揮 尺碼還是蠻合適的 肩胃啊 袖長啊 胸圍等等 都蠻合適的 這就是這件FEDERMENTAL的襯衣了 那我在Johnny店裡 除了買了這兩件襯衣 是我自己買的之外呢 我還有幫朋友帶幾件貨 其中一件就是 我之前跟Will老師直播的時候 我穿的那件Angela Baby的 Guacamaria 它是應該沒記錯的話 十年前的時間出的吧 當時好像只出了一百件 它是 當時Angela Baby在日本發展嘛 它還不是很紅 那時候明星造型師野口牆 給他做了一組造型拍了照片 然後 Guacamaria呢 拿了這組照片的版權 做了一個這個衣服 當時除了這一件SHIRT之外 還有別的T恤 然後是其他的一個照片的POSE 大家感興趣的話 可以再去查一下看看 這一件是M嘛 所以有一點點太合身了 你看我T恤露出來有點太多 你們看個大概就好啦 可以打個分 或者說 你會以什麼樣的價格 去購入這件衣服呢 我覺得這種衣服啊 我不扣扣子會好看一點 扣扣子會 怎麼說呢 顯得有點拘謹 當然它圖案對齊了也蠻好看的 我覺得我這種不夠壯 不夠大隻的人來講 我覺得不夠扣子 我這個是幫我朋友戴的 它二話不說 直接就秒掉了這件衣服 我聽Johnny後來說 有幾個客人去他店裡 直奔這件衣服去的 但是不好意思了 已經被 被我帶走了 現在還可以看到 雖然過了十年 它的顏色啊 它的一個布料的 新舊程度 我覺得還是保持蠻好的 雖然它是百分百的一個人造 是尼龍吧 我們一起說的話 但是它的對色什麼的 它的位置 整個效果做都還蠻好的 這件就不是在Johnny店裡買的 這件是我去到Invisible買的 當時也是巫蟻老師帶我過去 巫蟻讓你挑 看你要做什麼 你們東西要放後面 我拿過去 可以嗎 請你放後面 好 這件有什麼 Row Kit 對 這件有機構欸 原價 好 我覺得我加於不了這顏色 這什麼碼的啊 其實這個也蠻好看的 跟我們 那種沙羅門有點像 藍底的那種 然後 然後這一件就是 他們這一季新出的 好像是有三個顏色吧 我們一起說的話 是當年 穆存拓彩他們人在Hero 2裡面傳的 有上升過的 還完好的 我就不猜啦 其實 材質啊什麼的 跟那些都沒什麼太大區別 都是一樣的 就是正常的Walkamaria 我自己沒有買 Walkamaria 的一些Aloha Shirt 款式原因的是 我第一個 我對Aloha Shirt 這種款式的衣服 目前來說沒有太感冒 因為 我覺得款式嘛 這種衣服都差不多 如果真的要下手買的話 吸引我的肯定是它的印刷圖案 但是這個圖案我覺得 還蠻挑剔的 我對這方面來講 要符合我自己的一些喜好 或者說是風格 所以這個也不著急 我也沒有去趕這波熱潮 遇到真的喜歡的合適 再入都來得及 最後一件在Johnny店裡面 買的就是這一件 Ruff Simons的一個叫 Patch Logo的Shirt 那它是 也算是蠻早期的版本了吧 然後它整個做工什麼的 剪裁都是很 中規中矩的那種 老派時裝的一個風格 然後後腰才有捏兩道對折 這件衣服 它是那種瘦長瘦長的版型 這件衣服是意大利製造的 Ruff Simons的這個Patching 它是其實有分幾個版本 最早期的 它上面不是一個小口袋 你看這裡 它上面是一個小口袋的 最早期的是它下面 是印一個別的圖案 有幾個不同的顏色 然後這一個是 沒有印圖案的那個版本 並且呢 這一款的面料 它是有一個做杜蠟處理 你們可以看得出來嗎 它的表面是有點反光 就是有點反光的這種 有光澤的面料質感 我簡單套一下給大家看看吧 大家可以依舊打個分 或者說 評價一下 你會以什麼樣的價格 去購入這件衣服呢 還是蠻合身的 就是長了一些 到底可以穿什麼 以上我說的那些衣服呢 基本上都是以原價 或者說 原價左右的價格購入的 我個人覺得還是都蠻划算的 剛剛跟烏曉老師 去了一間Vintage的店 然後老闆現在跟我說 他有個朋友的銀式店在隔壁 我們現在走路過去看一下 可以啊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他努力很好啊 你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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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卡了 對 對 沒問題 沒問題 那 好吧 好吧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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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已經超出了我的範圍了 這個上面都是區啊 哇 這個是膚蠅你知道吧 就是馬嘛 馬不是有 如果有屁股上面受傷了以後 他不是有傷口嗎 那 牆蠅就飛過去了你知道吧 啊 產卵了 然後就變成這種蜂窩型的 然後最牛的是什麼 最牛的是這個 設計完了以後 客戶是想要這個 這個區啊 能活動 能出來 你知道吧 因為他在這個後面就是 如果你真的佩戴了這個戒指以後 你這樣垂下來的時候 哦 這個這個區是會掉出來的 哦 哇 會動的 然後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嗯 它不是每一個 中間這三 這旁邊這三個 如果你 你在 搖的時候 會晃 會晃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對 這個應該是口水 真的厲害 這個兄弟太 不行 我 口味太重了 對 但是 就是這個東西 做出來的食物其實 效果很好 非常好 所以你如果是 作為一個調節的話 它 其實很靈動的 啊 對吧 算是一個 小小的驚喜吧 我覺得 像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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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有的 那個開了嗎 我剛才開呢 新火 新火 很厲害 這個很厲害 你看到 你看到我已經壓了 這是一根脊椎 這個就是 你看 這個就是一根 手鏈 嗯 是一根手鏈 非常 滑燥的一根手鏈 這個工藝 我相信國內 其實 就算要 復刻 我覺得都是一個 產品很高的事情 嗯 可以 對的 因為 它這個整個 它這個裡面 其實應該是 一根手鏈 應該是手鏈 但是它 都是每一節 放進去的 它其實裡面 還是有固定的 因為我有些片段 當時在拍攝的時候 我忘記調整 那個快門速度 和燈光的匹配了 所以有些畫面 是頻閃的 哇 走不掉了 但是 我才來第二天 因為算都用完了怎麼辦 沒有辦法用 然後 漏掉了一些內容 我現在在這裡補充一下 一些簡單的想法吧 店老闆 Johnny 他其實還是 還是蠻懂 這類型 時尚的流行元素 和文化的一個人 如果你們感興趣的話呢 去他店裡看一看 然後可以聊聊天 他還有蠻多 看到有八九十年代 他會帶的那些ysl 然後 然後 十幾年前的那些 undercover的T恤 限定款 然後是一些 Ruff Simons 或者是 Header Ackerman 這些比較小眾人 或者說是 早期一點 蠻厲害的那種 設計師品牌的單品 他那邊都有很多這些貨 所以如果大家順路 感興趣的話 可以去逛一下 到時候我會把地址貼在畫面上 那麼這大概就是 我這一期內容 要分享的所有的 購物的單品啦 如果有哪些 正好合你意 你又在猶豫的話呢 那希望對你的選購來說 有一定的幫助吧 那這大概就是這期視頻 所有內容啦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 對你的幫助的話呢 記得分享給你身邊的人 如果你還沒有關注我 記得點一下訂閱啦 希望大家給我多多投幣的話彈幕 OK 那我們下次再見吧 關於我其他的一些 吃喝玩樂的日常呢 我會單獨再剪一期視頻 再做一個分享 東西太多了 實在是沒辦法 太長 我不想剪那麼長的事